哈喽大家好,我是非凡英语的Elena老师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在仔细讲讲中式口音的特点 还有对PTE口语分数的影响 还有根据问题呢,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它 那首先我们文章里面说过 口语主要由内容分、流利度还有发音分三项联合起来 那我们今天主要看看这个会被直接影响的发音分 首先呢,pronunciation从零分到五分 那零的话是non-english,也就是说非英语 那比如我们在里面说了中文单词,那这个就是非英语了 那五分的话native-like,这个就是很符合native speaker的发音习惯 那这个PTE会通过提前收录native speaker去朗读的声音声波 来判断你的声音或者说你的发音是否符合native speaker的习惯 那换句话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国语考试 那么考生这个发音方式越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发音方式 那么它分数就会越高 那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这个五分发音的要求介绍 好,那我们圈一下重点 原音与辅音容易辨识 还有一个有同化音与弱化音的现象 那这样子的话是一个五分的满分发音 那根据我们完成程度的这个高低不同 我们的得分也是由低到高 好,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分数的评判规则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相对应的这个中式发音问题 那我主要总结为以下四大项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 首先第一个,闭口式的发音习惯 那这个显而易见就是一个不张嘴的读法 或者说嘴巴只张一点点 那会导致我们这个朗读变得不清晰 甚至听起来有一点这个大舌头 那这个也是觉得会影响我们这个识别度 以及我们发音的分数 那打个比方啊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读这个中文 不张嘴,不张嘴,对吧 阿的音,嘴巴是要打开的 那如果我们不打开的话说 就会变成不张嘴,不张嘴 那听起来很模糊 那再比如说我们说英文 orange,阿的音 我们嘴巴不打开的话就会变成 orange, orange, orange 那很明显这个清晰度就大打折扣了 那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这个 发音分识别度,对吧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几个单词例子 首先我们看原因部分 首先第一个这个 z 好,这个z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吧 完全不一样 但如果我们分的不清楚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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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最后连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识别度一定会受影响 好,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梗,对吧 good day和good day 那这样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一点要注意 好,我们再看后面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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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那识别一定会受影响 还有这个我们看一下辅音 辅音我们有几个很经典的 首先第一个blind 很多人呢 发着发着然后很弱或者不注意 那会变成什么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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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close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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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foot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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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辅音不清楚 那就会变成右边的这些单词 那这个明显是不对的 那我们这个发音 我们的这个内容酸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的口语分数肯定也不会理想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的原音 辅音要饱满 辅音要清晰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注意咬字清晰的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 无重音式的发音缺少word stress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中文 我们中文有啊啊啊四声组成 每个字都有一个读音 那比如说无重音 无重音 每一个都有一个读音 那如果它没有读音会变成什么呢 无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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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重音是发音 跟无重音式发音 那明显也是有声调的这个 无重音式发音听起来是 有腔调或者说字正腔圆的 对吧 有力气很多 那无重音 无重音是 那这个听起来有气无力 然后声音呢 很慵懒 很lazy 我们有时候说像没吃饭一样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有的时候啊 听起来声音听起来没力气 是因为我们这个说话 我们没有重音 我们单词 没有重音造成的 所以说我们具体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第一个 很多人会读成 Monday Tuesday Wonestay Thursday Friday 那这样就是一个没有中音的一个发音 那有中音的这个Wordstress 有单词中音的这个发音 该怎么发呢 Monday Tuesday Wonestay Thursday Friday 对吧 那我们前后对比一下 明显是后面这样子听起来是 清晰有力很多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长音节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Techniques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会怎么样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Techniques Absolute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Promote Promote 好 我们前后对比一下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那有中音的发音方式 会明显的 清晰有力很多 所以说 这个的话 就是有中音和没有中音的这个读法 我们要注意区分开来 这个没有中音是不可取的 我们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是有一个中音的 所以说 这个要注意 第三个 第三种的话 就是拖音时发音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中音问题 是有一部分同学 它是靠拖音节来强调一个单词的中音的 比如说一个一拍的单词呢 它拖成一拍半或者两拍 就像我们弹钢琴一样 一个一拍的音节 它给我弹成了两拍三拍 对吧 那听起来肯定也是不对的 那还是刚刚同样的单词啊 我来演示一下 他们会怎么做 那这样子 那本来是 Monday 它对比一下 Monday 有那个感觉吗 拖 有没有拖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三音节单词 本来是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Techniques 它可能会读成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Techniques Absolute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自己 那这样就属于一个 拖音节的情况 那这样就是听上去首先是很不舒服的 那这个用拖沓来强调重音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第四种的话就是最后一个 机器人式无情感的朗读 缺乏句子重音 一种念经式的读法 没有任何的节奏感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第一种 I love you because you are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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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明显能感觉到第二种更加的有感情 有一种在表意的感觉 对不对 那第一种的话虽然很流利 但是第一种的话不太像是我们会对别人说话的一种方式 对吧 而且可能第一种的话一般人家听到的话就会转身走了 对吧 他会觉得说你没有想要跟我交流 或者你并不是很真心的 或者说很深情的想要跟我讲这句话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逻辑啊 我们逻辑是表意 那表意的话我们说一句话 那它要有强调的内容 句子里呢要有众弱读 来区分出这个重要的内容 所以说这是最后一点的 这个不要机器人式的这个无情感朗读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同学 他读英文的时候 他没有完全理解句子 那跟我们看中文或者朗读的时候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 所以说我们综合以上这个四个问题呢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句话 首先我们拿到一句话 先划分一下一群 好 看一下 是不是跟你划分的一样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一群里的内容词 好 都圈出来了 对吧 好 然后呢我们根据今天讲的几点 注意每个单词的读音 发音是否清晰 有无重音 好 看一下这个 一个一个 study shows people's mood affected news weather reports 对吧 好 那我们也说过 要把功能词 借词 虚词 全部都弱读 对吧 好 那我们连起来 再把一群和一群之间 连起来 就变成 a study shows that people's mood can be affected by news and weather reports 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句 这个ra的一句话的这个读法 那我们一句话 连成一句话的话 最后会变成一个段落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遇见的这个ra 所以说 如果我们每一个句子都能处理好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ra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说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 自己属于哪一种 然后呢我们对症下药 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去做相对应的这个 呃 练习 那这样子的话 改正自己的一个这个不对的 这个中式发音 或者说口音问题 那呃 我相信通过这个不断的练习的话 我们用正确的方法 呃 最后一定是会让我们的口语 拿到理想的分数的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